曾博晶說他培養六天的黑莓菌 敢不敢營黑莓菌 就是黑莓菌 那這個黑莓菌這樣是不是有證明 是不是有自己製作 是不是有成功 這個東西六天應該會有 但是就是說 其實你隨意營下去都不要緊 所以目前看起來 因為做這個其實是很有技巧 阿婆說幾十次 但是每一次我都要再說 林先生 我們有些朋友在買藥的時候拿來給我們看 阿婆第一次看到差一點翻過 因為我覺得沒辦法 他會把這個做到比工廠做的 比我們自己的工廠做的 水準更高 我還說坦白他拿給我 他包是這樣 所以後來問起來我就釋懷了 他說他本來就是專業就是在做 這個做鍋包 做這個 因為他是很專業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我就沒話說 人人有實力在那個地方 其實做得不錯 那麼這個是這樣 所以 這個你都可以嘗試去繁殖 所以你把它培養起來 這個黑莓菌 目前看起來我是覺得不錯 就是圓圓的這樣子看 但是你一定要把他 並說你如果沒水用掉 你那個要把他撮開 他現在會生開 生開之後你還要把他 他還要把他這個米 還要把他這樣吐一顆一顆 還給他開一顆 他現在如果結尾完的時候 他會稍微溫溫溫溫溫 那麼這個效果就比較沒問題 好 所以你現在如果是 譬如說你繼續要用 這就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拿出來洗 洗洗洗洗 這個 黑莓菌就會在水裡面 在洗的時候 泥裡面 沾一載的 這個斬卓劑 譬如說如果你 有点不怕 魚這種的 我們有很多 很貴的 很多好朋友 Av tomar 洗洗洗 wichtige季 hold 台穿了 最近落後 種油要浴 但落後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覺得很貴 因為這效果很好 得erviced 那麼那你就給他拿來 給他這個 用一用 這個 manicure 那個還不错 那 有的說我用黑將菌鑑一定就要用 那不一定 我們如果去濾那個就濾 因為這種黑將菌 他本身是有一個 他有一個類似像這個 比較不會用水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把第兩筆 那個類似洗碗精這種東西 我們說的是比較專業 說叫做斬酌劑 那麼濾氣之後呢 他就可以比較容易散開 比較好把它洗出來 所以你這個可以用 如果你要是嫁商品說你要把它放著 這個斬酌已經有多了 你要慢慢把它放到 但是你要把它放到乾淨前 你一定要把那個米把它搓開 搓一顆一顆的 現在如果它會黏黏 因為水分 所以你要把它搓開 把它這樣吐吐的 讓它一顆一顆 慢慢慢慢給它搓 因為你如果沒有給它搓 它會有一個時間 它這個會生過 會有一些 這個 黴菌 這種繁忙的這種東西 濾脈 所以你這個目前看起來是很不錯 那麼這個是可以用的 所以 這個可以來做一個處理 那麼在營的時候就用幾個 因為有時候說要用幾倍 不然就不知道要怎麼用幾倍 是不是 因為這個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讓你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麼 在營這個黑漿菌 你如果可以配合蘇利菌 這會用效果會特別好 因為黑漿菌會有做不到軟軟 他如果只要去搓到 他本來就比較沒力 那麼可以搓到這個 綽力菌 他可能去吃到好去搓到好 他更死得更快 一般 他有這種的好個 那麼黑漿菌是比較紮露養 就是說因為 他對這個 林刺木 翹刺木 這種的這個幼蟲 只要如果是軟軟的 這個都是有效的 軟軟的這種 軟軟的這個都是有效 所以 你就可以 繼續來跟他這個 所以最後我們聽說話 你可以稍微做一下了解 那麼 在使用上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隨時和我們保持聯絡 好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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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